順利拆除跨港大橋的橋拱之後 海上作業升降平台船鴻雨一號 昨天再度出動到蘇澳港的南星加油碼頭 開始進行第二階段的橋面板拆除作業 為了減輕橋面板重量方便吊掛 工程必須先刨除橋面瀝青 以及敲除混凝土塊 可減少近350公噸 並從昨晚7點開始到深夜 開始試切割橋面板 以及試吊掛豆腐甲側路上Y型鋼梁 預計23號完成豆腐甲側橋面板部分的 切割調離 接續再逐步向宜山路側施作 我們在對面豆腐甲側的部分 我們今天連著這兩天 我們已經完成了橋面的AC的 AC的還有人情道的RC的部分的拆除 這個部分主要是我們減輕橋面板的重量 整個估算起來這個橋面板 橋面板的AC的重量大概有2005噸 它的RC重量也將近100噸 工程施工現場以不影響漁業作業為原則 仍維持臨時航道工與船進出 宜蘭新聞記者黃竹漢採訪報導